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回到家的小弟兄學家 你要傳達 歡迎回家 雖然我啊 段段繼續買過蠻多種帽子的 就像我現在的衣櫥應該就有20幾頂吧 但是有些類型我遲遲都沒有去嘗試 其中之一呢 就是我們今天要聊的這個 Botter 那這頂啊 我遺挺之前在影片中也有介紹過的 星爵跟K-Blue Army聯名出的 他的名稱是 Summer Crown Bottle Head Hand Panty 那這款我是在 帶你光星座House那一部Vlog裡面就拿到了 其實在那之前就預訂了 那個時候老闆說每個配色只有限量15頂 所以那個時候有一點猶豫啊 那後來還是直接訂了 那所以這樣算起來我拿到的時間應該是去年 去年冬天還是去年夏天 我忘記了反正就是還蠻久以前的喔 對那只是現在想到拿出來搭 所以先跟大家聊一下這個 那星爵的話大家應該還蠻熟悉的 因為我們影片中還蠻常出現他的單品 所以他風格我就不再多做介紹了 那K-Blue Army呢 我就稍微跟大家簡介一下 因為大家好像比較少看過 K-Blue Army是2008年 Yushuji Satamori 和 Tomoka Satamori 所創立的 那那個時候呢是叫做Cable 在2013年的時候呢 他們加入了 AMI 阿米 那阿米這個詞呢 有兩個意思 第一個意思呢 就是日文的阿米 就是編織的意思 第二個意思呢 就是法文中的朋友 那這個是比喻他們把做帽子這個職業當作朋友一樣珍惜 K-Blue Army這個品牌啊 他們不僅有開發自己的布料 也將一些傳統技術改良去製作帽子 並且透過他們的品味啊 設計出像是戶外 正式休閒等各種風格的帽子 那新桌House呢 他有進這個牌子 所以如果想要買帽子 不知道去哪裡買的朋友呢 推薦可以去他們店裡面逛一下 那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啦 所以大家可以去向商店看喔 有蠻多種帽子可以選擇的 好那我們就回到這頂草帽 這頂草帽啊 他其實基本的設計呢 就是以BOLTER為雛形 可是他跟傳統的BOLTER呢 又有點不太一樣 那我這邊也簡單介紹一下BOLTER BOLTER啊 他起源於 威尼斯船夫所戴的草帽 他的主要輪廓呢 是平頂 而且從上方看的時候呢 是會呈現橢圓形的 他的帽高呢 深度呢 是中等偏淺了一點 帽顏呢 則是比較平整 但是偏窄了一點 在上方呢 還有一條袋子圍繞 袋子的部分呢 有唇色也有條紋 整體的質地呢 是稍微偏硬 比較硬挺的那一種 BOLTER這款帽子呢 主要流行於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 大部分會出現的場合像是划船活動啊 學校啊 制服啊之類的 直到現在有些大學仍然是把BOLTER這個東西當作制服的一部分喔 那剛剛有講嘛 這頂我覺得已經跟傳統的不太一樣了 我覺得他主要的差異就是差異他沒有上面那一圈袋子 然後啊他的帽顏整體呢 也比一般的還要再寬了再長了一點 我認為更適合的方式是要叫他是平頂草帽啦 那我會這麼講也是因為我覺得BOLTER的袋子呢 算是蠻重要的一個部分 因為那個袋子在BOLTER裡面呢 我覺得都還蠻寬的 大概寬度我覺得應該有一半啦 那個袋子會讓BOLTER他原來那個風格感覺還蠻明顯的 在穿搭上我覺得會稍微侷限了一點 像這頂他沒有那個袋子 我覺得就還蠻容易拿來做回搭的 接著我們來講一下這頂的細節 這頂呢他是使用狼野草來編織的 他跟一般的草帽他的編織方式我覺得蠻不一樣的 一般的草帽啊 我的認知啦 他們大部分使用那個草啊 都是寬度是一致的 所以編起來他的孔隙呢露出也會是一致的 那像這頂呢 他有使用比較細的草來編織進去 所以他的編織手法會讓他固定會有比較小的孔隙出現 我覺得這個細節呢還蠻好看蠻特別的 然後呢他的內裡的部分呢 大家可以看到他是使用藍白條紋的 因為草帽通常都是在夏天才會帶嘛 配上這個藍白條紋我覺得還蠻有夏日感還蠻清涼的啦 不過我覺得這個藍白條紋會有一個小小的缺點啦 就是因為夏天的時候很容易爆汗嘛流很多汗 所以這個如果沒有處理好的話 我覺得那白色應該會超容易泛黃的 通常啊我觀察到很多帽子啊 或者是紳士帽子 他們內裡那一圈呢幾乎都是神色的 加了內裡那一圈有一些優點啦 例如說像是戴起來比較舒服 那另外一個就是當你流汗的時候他可以幫你吸汗一些 讓你的汗就不會侵蝕到你帽子的本體 所以有那一圈很重要啦 也有帽子廠商他有出一些東西來避免這個問題喔 就像我之前在日本我去卡西拉的時候我就發現他有一條可以黏在內圈的東西 你可能大概就只能黏個一半 就是讓你覺得最容易出汗的地方 那如果真的買的話我建議當然還是黏額頭啦 因為你額頭的地方會出汗嘛 就算你今天有瀏海應該還是 汗還是會滲到這裡啦 因為後面的頭髮比較多的話就不會 我是沒有平頭戴過帽子的 如果平頭的話不就都要黏一整圈嗎 因為平頭汗的話應該都會碰到吧 但是那個帶子你還是會有個缺點就是 如果你帽子買的跟你的頭尾很合的話 你貼那個的話帽子就會更緊啦 所以像我這種頭尾比較大的 就不是很容易貼因為我必須買要比我頭尾再大一點點的帽子 所以我有買啊 可是我都還沒有貼過就是了 那回到這個帽子啊 我覺得他最大的特色還有最喜歡的部分呢 就是大家一直都看到這個 手繪的圖騰的部分 這個手繪圖騰你從上方看是可以看到有三圈的 那這三圈他的每個圖案啊 乍看之下我以為都是四條線 可是他其實偶爾會出現有三條線的圖案喔 對我覺得裡面大概出現不到十個吧 可是我其實不清楚裡面的規律啊 不知道為什麼有些是三條 可能是想讓他那個圓幅剛好一點吧 有點調整的感覺 然後圖騰是手繪的 所以他有一點凹凹凸凸的感覺 他有可能是用 隨彩筆那種畫的 也有可能是用奇異筆啊 對可是用奇異筆也蠻妙的啦 對我不知道是用什麼 總之他的手繪感還蠻明顯的 那在同個時期啊 這一款呢他有出另外兩種手繪圖騰 一個是比較圓弧一點 然後圖案有點不規則 那另外一個是藍色的線條會整個橫跨過去 不過這些手繪圖騰我覺得有一個 算缺點嗎 反正就是一個 小小的問題啊就是 根本就沒有人看得到啊 因為我不高 但是也不矮啊 我覺得你要看到帽子上面的圖案 你必須高非常多 才可以看到 而且 就連我照鏡子我都看不到啊 我照鏡子的時候 我這樣平視我根本看不到我上面的圖案嘛 我雖然是這樣講啦 但是我自己知道就好啦 反正穿衣服這種東西就是看自己爽嘛 這點的細節呢我覺得差不多就是這一些部分了 接著我想跟大家聊一下 為什麼我遲遲都沒有嘗試BOLTER這種帽型呢 我覺得最主要的是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也是我覺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我習慣把帽子戴深一點 最理想的狀況是他甚至能夠碰到耳朵對來說是最好的 因為我覺得這樣比較有安全感啊 比較不容易掉 而且還有一件事就是我的額頭啊是屬於偏高的那種類型 我想要遮比較多我額頭的部分 我當然不會現在打開給大家看啦 因為 我現在戴帽子打開應該很糗 大家從我一些影片裡面應該有看到我額頭是比較偏高的 之前那個雨傘 飛彈包都有啦 反正就是潑水的那個都有出現 還有那個 瓜仔出生那部影片也有 就是我沒有戴帽子 我沒有戴帽子的機率很小啦 你現在如果去找很多BOLTER啊 基於傳統的設計 他們都不會設計得太深 當然還是找到帽高比較高的BOLTER 但是BOLTER這款帽子本身就沒有那麼長出 而且要找比較深的就要更可以去找嘛 所以就會覺得有點麻煩然後就沒有買了 接著是第二個原因 BOLTER這款帽子 以東方人來說我覺得真的不是算很紅的帽款啊 而且 就有的觀察 以男生穿搭來說 在日本啊 大部分你穿法也是使用的經典元素 紳士裝 或者是一些很簡單的很清涼的感覺 所以他跟我的穿搭方式就不太一樣 我就比較難以想像這頂帽子要怎麼融入進去我的穿搭風格 再加上 真的太少人穿了嗎 所以我甚至就會忘記了有這一種帽子 就沒有想到要買 那還有一件事很有趣的就是 如果你去日本上面搜尋 大部分戴這頂帽子呢 都是 女生 我看到啦 大部分的做法呢 他們都是穿一件 連身裙 或者是穿長裙 就比較飄逸感的 或者是就穿得有點像 男孩子的感覺 這樣 在胃耳上面搜尋 你可以發現 男生穿搭大概一千多套而已 那女生穿到有幾套 有兩萬套 就很少男生會帶啦 你怎麼想要買呢 不過 這頂呢 我認為因為他已經拿掉那個袋子了 而且他帽顏也比較偏長一點 相較起來 我覺得他就沒有被 局限於那麼多 所以雖然我講了這麼多呢 既然買了 我還是要讓他變成我的形狀 接著我就來挑戰一下讓他融入我的風格 穿搭兩套給大家看 這套用內搭襯衫背心做層次 輪廓製作上寬長下西上河的比例 整體主要是淺色的 所以用深色的拖鞋當作亮點 使用了草帽、拖鞋、西上褲以及淺棕色和白色等淺色為主 讓整體更有夏日的清涼感 這套用兩件常鎖 這套用兩件常鎖 襯衫和內搭做層次 領口部分打開也有更清涼的感覺 輪廓上是做上和長下寬短的A字比例 好帽、襯衫、皮鞋等經典男裝元素 但這些單品跟經典版型不太相同 藉此來做出變化後的經典男裝混搭 前面那兩套我覺得是比較混搭一點的 前一陣子我也有用這頂帽子拍了一套偏紳士裝感的混搭 不知道大家比較喜歡哪一套呢 也歡迎留言跟我說喔 還有如果對BOLTER有興趣的朋友啊 雖然我覺得可能不容易買到跟我一模一樣這一款的帽子 不過啊我去看CABLU ARMY的IG 我發現他們也是還有在出BOLTER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呢 可以去關注一下CABLU ARMY 或許可以再等看看喔 那如果現在就很急著想要買的話 我是有看到像是CASILA OVERRIDE 跟SOSOSO 他們都還有在出BOLTER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就趕快請帶過去買吧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還有 記得訂閱一下我們頻道 追蹤一下我們的IG喔 好啦最後了 穿.com GO 記得訂閱不要錯過 我們是家庭兄弟下次見啦 掰掰 喔對我剛剛那樣講 大家是不是可能會覺得 這個帽子的帽高可能比較高 沒有啦這個帽子的帽高也是 算蠻淺的 10公分左右吧 所以戴下去的話 也還是會離耳朵比較遠一點 啊不過也沒辦法嘛 因為我就是喜歡他那個 手繪感的體格 手繪稍微有一點沒有安全感啦 戴久也比較習慣啦 所以那就是一個自己的 小小的堅持啊 對 這樣才想到我沒有買BOLTER 還有另外一個 有一點相關的原因就是 因為BOLTER它是草帽 那草帽這個東西在冬天帶的話 我覺得季節感差異性太強烈了 這件事就符合我當初 第一預算下如何增加穿大變化 那部片一樣 季節感太強烈的單品呢 我會把它擺到後面一點去買 我冬天就不能戴了嘛 因為冬天戴草帽的感覺就是 會讓人家覺得有一點衝突啊 當然自己覺得沒差就沒差啊 只是我自己覺得有一點衝突 對所以這件事就一直擺在後面啊 所以就像我自己的 20級的帽子裡面 只有一頂草帽而已 那其實我現在戴了之後 我覺得它也沒有我想像中那麼難搭 所以或許啊 我之後也會買 真的像是BOLTER那個樣子 也不一定喔 講到戴帽子啊 如果你很少戴帽子 或者是當常是戴帽子的朋友呢 我真的是非常建議 一定要試戴 因為我覺得帽子 它除了頭圍這件事之外 還有帽高 還有帽顏的寬度 我覺得主要構成的是這三點 但是帽子的尺寸呢 大部分的品牌呢 也只會出 三個尺寸 很多不是專做帽子的品牌 它只會出 One size 這對選擇帽子來說是 非常麻煩的 只有一些更專業更深入 做帽子的 老品牌 他們才會做超多尺寸的 但是 可能台灣的代理商 或者是你去日本玩 日本的代理商 他們也只會進其中的兩三個尺寸而已 他們不可能全尺寸都進嘛 這樣很容易會有禮馬貨 我覺得這跟鞋子一樣 所以如果可以選擇 我當然也不可能進所有尺寸嘛 對我來說 買帽子算是有點 可遇不可求啊 所以我一直很羨慕 偶尾很小的人買帽子 因為我覺得他的選擇非常的多 例如說一件日本設計師品牌 他們只處一個尺寸的帽子 那維婷可能就可以戴 可是我就不能戴 就像我很久以前 看中有一點unused的紳士帽 可是他就是one size share 就是沒有辦法 就是覺得很衰 就不能戴 所以我剛剛講到 要試戴帽子 我覺得是最好的 所以去日本的話 我絕對會去KASIA 跟Override 狂逛狂買 去日本的時候呢 我覺得是一定要去帽子店的 因為那邊有很多帽子可以試戴嘛 在台灣這個機會真的是 太少太少了 每次從日本回來 我一定會戴個兩三頂吧 所以就導致我現在帽子很多了 不過你要從日本帶帽子回來 很大的選擇就是紳士帽的部分 因為紳士帽幾乎不能擠啊 所以反而變成我必須戴紳士帽上飛機 就 蠻麻煩的啦 因為戴紳士帽上飛機 你會想要睡覺啊 睡覺的時候你帽子就要拿下來 不過現在疫情這樣 不能去啦 所以害我已經一年多都沒有去日本 試戴帽子了 所以 好難過喔 不能去日本 如果以買東西來說 我覺得最難過的就是 不能買帽子 真的希望疫情能夠 趕快過去 咱們不去 感谢观看